改用VBA来写 其实你们会发现蛮多地方都雷同的 比如说这个input只是说本来在Python里面用input 只是说我在VBA里面用input box 那printer的话我把它改成用matchbox matchbox其实就是有点像一个讯息方块 那中间的程式大部分都是雷同的 那我把这一段当然如果你们想要试的话 其实可以参考云端白板的第16页 也就是如果我想要把Python的程式翻译成VBA的话 那基本上它假设逻辑接近 那只是说写法稍微改动 那怎么改,那里面当然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同样会有FOR回圈 所以我把这一段程式把它复制好了 直接拿来这个VBA里面的开发人员的Visual Basic 一样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我就把刚刚在云端第16页的程式贴过来好了 记得一定要有一个sub 到end sub 头尾一定要有 那有了之后的话呢 我把它run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input box 请输入一个整数嘛 假设我今天输入52好了 按确定的话呢 它用max3box告诉我 这边有个max3box OK不是直数 就结束了 其实概念都差不多啦 基本上的话不外乎跟Python一样 先输入一个值 放在这个prong的变数里面 再跑for回圈 只是说呢 在那个VBA里面的for回圈 基本上会多一个next 后面的话就没有range 而是说 我们是给它一个范围 哪一个值到哪一个值 OK 所以中间加个to 不是in 是一个to 哪一个整数到哪一个整数 中间的话一样是做逻辑判断 判断嘛if 只是说呢 在VBA里面会多andif 那后面的话不是冒号 而是加then 中间当然是一个 逻辑判断式 那这个逻辑判断式还是哪些不一样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mode 诶有没有 那它那个Python是百分比的符号 那这个等号的话呢 在VBA里面是一个 可是在Python里面是两个 OK 所以大概就是一些小差别 那在那个 这个Python里面是break 可是呢 在VBA里面 它换了一个 exit sub exit sub的意思说呢 离开这个 副程式 意思 就是直接 其实跟break还蛮有点像 OK 但又不完全一样 break是跳离回圈 可是这里的叙述是整个跳离 这个程式 所以当然这个地方还是稍有 不一样 可能还是要特别特别小心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 你希望说我写过的程式 我希望也能够在 Python里面 在VBA里面再写过一遍 那你们可以再参考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第16页的地方 OK 那也就是说啦 其实如果你懂得 两个语言之间的差异的话啦 其实你要怎么样改写 其实都是 蛮容易的事情 OK 所以等于是最好是 一语两次啦 等于是 一个逻辑 不同语言 甚至当然 有其他语言啦 像Java啦 C啦 C++啦 其实也都是 类似的 一个状况 主要是要掌握说 语言之间的差异点 OK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 我们就 试着来写一个 小程式 OK 那请各位也 可以 想想看 诶 如果我今天希望写一个所谓的 猜数字游戏 那这个猜数游戏就是说 比如在底下有示意 诶就是说呢 请在那个1到20之间猜一个数字吧 OK 然后当然了1到20 我们要怎么猜会是最 最容易猜对啦 他 假设输入一个值 比如输入9好了 他会告诉你太高 或太低 或答对 诶 所以基本上的话 可能的逻辑 会有三种 要不呢 就是太 太高 就是说 比 你那个 乱数 所以啊 这边还有个概念 就是 要如何在python里面呢 取得一个乱数值 诶 乱数值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可以取得一个乱数值 待会讲 OK 请各位也许先 试试看吧 我刚刚有提到有关那个 如何把 这个python的程式 改成 用vba 来撰写 当然这地方 你们可以参考 第 16个地方 但你可以复制贴啦 或者是说你假设 这个 之前有学过的同学 或许可以 自己再 写写看吧 然后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 撰写一个 这个 这个这个 拆数字游戏 我大概先把这个demo一下好了 这个程式云端上也有啦 不过我是建议如果可以自己写出来 当然就尽量可以自己写 如果不行的话 也许可以 比如这个random 乱数猜一个 1到10 Enter 太低 太低就高一点 15 所以太低意思说 应该是1到10都不可能了 所以现在变11到20 那我就猜15 还是太低 所以删去法 15以下都 不可能 所以16到20之间 16 17 18 19 20 5个数字 所以我就猜18好了 Enter 太高 所以删去的话变16 所以 只有两个可能 要不就16 要不就17 16好了 Enter 太低 那就17 答案答对了 OK 当然呢 我们现在的猜的方式是 没有限制次数 可是另外 也可以把它改写 如果假设希望 你不能猜那么多次 猜5次还不行 你只能猜3次 猜错了 那就没机会了 那这要怎么写 OK 那其实跟刚刚 跟各位提到 假如说没有限制 猜的次数 我们可以用 快回圈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有次数限制的话 那我可以用 4回圈 为什么 4回圈 它只能够 for i in range 你就1 2 3 没了 那就3次 就结束了 那我们可以用 4回圈 这个部分呢 请各位先想想看 如何撰写一个 猜数字游戏 请各位 seen 优优独播剑